美国南部多州连日来遭遇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 导致大量居民供电中断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18号 南部多州仍有超过66万人断电 美国电力数据网18号中午更新的信息显示 俄克拉荷马州 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纳州 共计有约54万用户断电 其中俄克拉荷马州断电用户数超过30万 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有6.6万和6.1万人断电 据德克萨斯州媒体报道 猛烈暴风雨破坏宫电线路 导致多个城镇大范围断电 据路透社报道 由高温天气催生的龙卷风 近日袭击美国南部德克萨斯 佛罗里达等州 已导致数人丧生 气象专家警告 在高温度和高湿度共同作用下 美国南部可能迎来更多破坏性暴风雨等极端天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